發笑!跟我講! 發笑! 發笑! 刑警鶴槍實彈拿著防彈盾牌 恭敬民宅歹人 撞人!撞人!撞人! 到了最後一刻還想掙扎 警方只好直接破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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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抓的人有四個 但屋內就是少一人 剩下的一個去了哪 原來 這人你不要再飛啊 你不要再飛啊 陳信祖先遭遇從陽台溜走 四面八方全是遠景 還不放棄 警民員警掛在公寓外牆 就怕他闖進民宅 這名陳信男子是槍炮和毒品通緝犯 23號上午7點多 發現警方早上他在新北市永和住處 竟然爬窗逃逸 從四樓住處爬出陽台 一路踩著遮雨棚想要往下逃 發現被蟲蟲警力包圍 又爬到頂樓往後向逃逸 警官腿部已經中彈 還是不肯就範 遠景合力把他拉回屋內順利逮人 那在跟警方對峙的過程當中 陳信祖先他從頭到尾都將雙手 放在外套的口袋裡面 遠景也不敢大意 一直對陳信祖先予以心戰喊話 那也確保陳信祖先他不會 對我們遠景開槍 46歲陳信通緝犯 和另外三名友人 把永和租屋處當成小型兵工廠 被圍捕還想跑 下場就是先送醫 再送警局 TVBS尋問中文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